作为纪录片作者 我的主要的拍摄经验 是和1959年到1961年大饥荒相关的 那我在学校期间 我的专业是历史 我从历史协业之后 就开始回到自己的老家农村 在河南 去做这三年大饥荒的口述历史采访 然后完成了个人的两部长篇 它的主题是和三年饥荒逝者统计调查 以及我和这个村子的关系 也包括乡村女性 这是我所关心的主题 也都在我的纪录片中有所呈现 这也是我的主要的工作 包括逝者的名字信息 还有幸存者对三年饥荒的记忆 那我现在持续关注的议题 除了三年饥荒之外 也包括一些社会运动的部分 包括女权运动 劳工运动 各种边缘议题 青年人的各种实践 然后我也参与到一些 青年人的纪录片拍摄的计划 我会和他们分享我的经验 包括也去在工作坊 给一些帮助 这是我持续关注的部分 从三年饥荒 从对历史记忆的回顾和打捞记录 到对当下社会议题的关注 我当然觉得这个中心边缘 这个说法当然是有道理和有意义的 怎么说就我熟悉的领域来说吧 比如说纪录片拍摄 或者是之前所涉及到的一些艺术的领域 当然有中心和边缘 这背后 包括和社会运动相关 这背后都是有国家权力的部分 有国家权力的操作 和民间的实践 就纪录片来说 肯定现在是一个 据说是一个纪录片 很发达 很兴盛的一个时代 各种国家导向的纪录片项目 还是非常多的 但至于民间的独立的 这些纪录片的实践 空间其实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被打压 就包括社会运动的部分 公益这个词也越来越热 包括和政府合作的 包括市场逻辑的 资本逻辑的 这其中都是有非常明确的 中心和边缘的界限 这些边缘议题 那些更不可见的人群 更不可见的弱势者 还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只不过它的能见度会比较低 一些所谓的抗争也好 努力也好 就希望让这些议题 更可见的实践也是有 我觉得它们更应该被看到 所以中心边缘 当然是有的 对于边缘的 这么一个话语或位置 它是一个 必要还是一个选择 我觉得 还是看情况还是不一样 也可以说都有 当你选择了这个边缘的位置 首先它是你的选择 也有可能是 你不愿意 或者你不能进入到一个更为中心的领域 那你选择你自己的位置 它首先是一个选择 对我觉得选择是更重要的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中心和边缘的判断 也有抵达中心和边缘的路径 那你选择了边缘 艺术家也好 收尾运动者也好 你选择了边缘的议题 那你就要承担这其中的代价 但是这其中也会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探索 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说实践 当然有很多了 举个例子 我比较熟悉的 渐渐是文革50周年 我非常熟悉的朋友和老师 文惠老师 他今年完成了新作品 叫红 是关于红色娘子军 这个著名芭蕾舞剧的一个反思和解读 也是一代人的 其实共和国历史 几代人的身体经验和生命经验 所以他这么一个对红色娘子军 这么一个样板戏的一个反思 和重构重建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个边缘的时间 当然是一个边缘的时间 虽然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反思的声音料料无几 非常难看到 那么这么一个边缘的时间 当然有它的意义 它可能不能够在一些 非常主流的剧院上演 它保持一种民间的独立的 甚至小众的一个身份 但它也很重要 这也是一个选择 第一印象当然是 拉美 巴西真的是社会运动强国 这边各种社会议题 包括这种组织动员能力 包括发展事件都是非常强的 这是第一印象 当然很厉害 然后共同的话题 共同的议题 面临的困境都有 怎么说 我们在圣保罗的时候 参访了一个机构 就是我觉得可能提名字不太好 当然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机构 看起来是一个公社性质的 一个集体的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 但这其中也会有一些批评 就包括在巴西本地的朋友的一些讨论 包括我们的第一印象 就是这个机构 它虽然声称它是非常民主和开放 和平行管理的 那它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到 它依然是有一个自上而下的 一个垂直的一个统治 或者是管理 那这个问题 这其中当然有和富权制相关的部分 有和国家威权相关的部分 我觉得这些都是和当下中国有相似的部分 依然是全力处在一个支配的地位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社会运动的合作 我们在Bella Resort这个地方 去参访了一个女权运动 它是一个占领运动 占领了一个地方 占领了一个废弃的大楼 要去建立一个给受报妇女的一个 是要的一个庇护所 那它们不仅仅是女权运动的参与者 还融合了 还联合了其他的议题的社会运动 就建筑的也好 可能是劳工的也好 就是我当时有很多 可能具体的我想不太起来 但除了女权运动之外 有非常多的领域的人来加入到这个占领运动中 那么这个不同议题的合作 彼此看见 关照和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和我们中国相似的地方 我们一个单个的运动 单个议题的运动 或者是面对特定社群的运动 不能只看到自己 我们要看到别人 我们要去形成一个合力 然后大家来共同推进某一件事情 或者是更多的事情 可能只有合作我们才能够发展和生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